函数在这里面大概就会有几个条件 假设你完全不会用没有关系 就是在插入函数里面 他这个应该是放在财务里面吧 财务这一类里面会有个叫FV的 FV里面 不过这边会有这么多个参数 如果你实在是不清楚的话 有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常常用 你也可以看一下函数说明 不过大概就是习惯一下他的那个 一个说明的方式 按确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他的RAM 他的利率 一般当然你会 可以分成年利率或月利率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是用年利率 所以这边的话用利率给他 再来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期数 这个叫NPer 这个为年金的期数 那总期数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上面这个 总共几期 反正一年一起嘛 两年三年 然后PMT是有没有分级付款 如果没有就略过 就略过 然后呢PV PV就是你的限值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 有多少钱 那理论上因为 本来钱是在你的口袋 可是跑到银行那边去了 所以基本上 他是用付的 变成说这个钱不是在你的口袋 基本上也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钱放在银行 他实际上就给你一个数字嘛 你看起来你好像有钱 但实际上那个钱不是在你的口袋里 他只是给你一个数字 这个钱到底还在不在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其实银行里面 他到底有多少钱 那只是一种信任关系吧 他实际上大概就放一层准备金吧 对不对 那之前大概很久以前是有挤兑的 不过现在比较少 因为存款都有保险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记得用付的 关键在这个付的 那Type的话呢 就是说是期出给还是期末给 不过一般的话我们就省略 0或省略 表示期末 就是最后一次再给付给你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就是这个用0或什么 我们就直接输入0 或者省略都可以了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他也会得到一个 就是一年之后呢 他会给你 银行会给你625块的利息 好 那可是我现在等下向下跟向右 所以基本上呢 B1的位置一定不会变 所以B1锁两边 然后呢 记得A栏锁起来 跟三列锁起来 那答案就出来了 三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直接给他一个锁 有没有 这样其实无论是公式 无论是以后用函数啦 反正观念都一样 栏跟列锁起来 打勾向下填满 他结果也是会一样的 那我们看几年 十年 所以十年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像刚刚那样卷有没有 我们还要看一下上面 所以我比较建议你将来 可以游标放在这边 就是在这个 蓝列的十字这边的 右下角这一个 你可以用什么 应该不知道各位 应该常用到一个叫 检视里面有一个叫做 冻结窗格吧 有没有 你游标放这边之后 即便你将来向下卷动 或者向右卷动 有没有 他都会把你的列 跟你的蓝停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就